今天给大家说的啥呢 给大家说个开花植物吧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 这个叫啥 叫做石虎 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品种 是秋石虎 也叫做泼墨石虎 为什么叫泼墨石虎呢 你看它的花 开花的石虎边缘就像那个水墨花一样 带着紫颜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里边是白色的 是不是很美呢 我这一棵养了两年多的时间了 年年都能开花 你看现在里边的草都长满了 而且它的老苗 老苗都已经干枯了 没有叶子了 但是从老苗上发出来的新苗 都已经长出花间来开花了 每一个新苗上都有花 它的花期在什么时候呢 它的花期一般 在北方地区的话 是在入夏的时候开始开 能够开到春天 花期非常的长 如果说在两广福建广州 这些温度高的地方 那么它能够做到全年花开不断 它是一个怕冷的植物 温度低于5度就会出问题 只要温度在15度以上 就能够做到开花不断 开花非常的漂亮 它要不要见光呢 我是在棚里直接扔到架子上的 上面就是一个塑料布 所以说光照非常的强 叶片非常的油绿 所以说它喜光也耐阴 但是在阴暗的地方 它就不开花了 如果想要养的话 可以选择一个 窗子边上有光照的地方 保证通风 我是用兰花土待种的 你们也用兰花土就可以了 里边是大颗粒 这样待种上 保证着土表干了 浇透水 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肥料的话 一个月一次用蛋林甲均衡的 或者想要开花的话 苗子有新苗的话 你就用点花多多二号 也是一个月一次 它就能够正常的开花了 喜欢的话可以入手一下 这个非常的好养 只要别缺水就可以了